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 近日广东少官续日玩具场内 发生了多起汉族女工被强奸 被分离的案件 其中新疆其职工被指涉案 但是警方在做调查之后 释放了涉案人员 造成了汉族工人的不满 继而开始进行报复 于是在6月25号的晚间 上千名汉族工人和维族工人 手持棍刀等武器 展开了激烈的民族泄斗 在过程中 有两名维族职工被欧身亡 在这一冲突事件发生后 由于当局没有及时公布事件的真相 凶手至今尚未归案 维族民众的情绪可能随时失控 在新疆及其他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 甚至已经发生了针对汉人的骚乱事件 那么更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如果处理不到就会一触即发 在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中 我们就和恒和先生一起来探讨 从广东汉围冲突 看中国的民族问题 恒和先生您好 指导您好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刑事案件 但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甚至只要是看到新疆人 汉人就说要打 看来就是汉人对新疆人 他们的仇恨是由来已久 那么这是否和政府对西藏 对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优惠政策 引起了汉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就是政府对汉人不公 是否存在这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很长期以来 中共其实对这个政府 对特别是大的 比较大的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 它有一些倾斜的政策 那么我知道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在内地 就是在汉人聚集区 如果是维族人少数民族 和汉人发生亵斗或者打架的话 那么在司法审判上面 往往是倾斜于 就是惩罚汉人的比较重 而惩罚少数民族的比较轻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呢 可能会引起汉族普通老百姓的不满 那么您刚才谈到的 就是除了在法律这方面 就是倾向于少数民族之外 那么其实还有哪一方面呢 是对少数民族有一些优惠政策 它的优惠政策很多 你像这个读书 这个分数线 那么少数民族是要优惠的 还有呢就是计划生育 汉族地区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只有一胎的 但对很多少数民族呢 这个可以两胎 有的人年特别少的民族呢 还甚至可以不限制 那么就是在生活方面 在一些具体的细节方面 它会有很多优惠政策 那么当时在看到这一事件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新疆族的职工呢 会是到深圳这种广东这种 语言也不通 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地方打工 但是据我们所知道 就是新疆特别是南新疆地区 南维吾尔族地区 都是物资非常的丰富 那个地方是人是非常就是富饶的地方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 就是这个地方变成如此的贫困 不得不就是他们到内地去打工呢 甚至是包括妇女 他们也不得不就是离家背景 离家背景去到内地去打工 这是一种什么的原因 才造成了如此今天的局面 一个是中共在新疆的政策 使得这个在新疆 不论是就业还是土地 还是资源方面 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占有优势 而被新移民就是共产党移民 特别是建设兵团 去了以后占据了很多土地 所以他们的就业成了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政策方面也有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让这个玩具厂 到新疆去招工 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 就是对于你到一个 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 他是属于穆斯林 那么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语言到内地都不通的 你一下子召几百个工人来 他的理由有两个 这两个理由是互相冲突的 第一个理由 他说是解决民工荒的问题 事实上今年并不存在民工荒 他是从今年五月份 遭到那么多工人 并不存在民工荒 因为大量的工厂逃避 第二呢 说是为了解决 就是资源少数民族 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那么这个理由呢 也不充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少数民族 如果你能够在他那个地方 设一个厂 如果能够在那个地方 进行一些投资的话 就地解决就业问题 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可能是两个因素 我讲 第一个呢 是因为新疆工人的工资更低 所以他们是雇用了 更廉价的劳动力 来挤走原来在 这个发达地区的这个劳力的 比较高的工资 所以这有可能是 因起汉族工人不满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做一个政治表演 政治表演就是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脱贫 但是问题在于 就是如果说这些少数民族 他原来有他的生活方式 有他的信仰系统 有他的这个居住的聚居区 那么你本来是不需要去帮助他的 不需要去给他输入什么东西 或者是帮助他什么 这种帮助更多的是一种作秀 政治秀 所以这是一种政治秀 这个不仅在新疆 在西藏也是如此 所以呢 这是造成另外一种 这个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冲突的 就是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政策引起的 这种政策就是说 你给人家很多资源 比如说往西藏运送了很多很多设备啊 这个建了很多这个建筑啊 然后就说给你们这么多资源 你们居然还不感恩 问题是你给的东西 人家是不要的 你是自己的想法 你硬塞给别人不要的东西 然后回过来 要别人对你感恩戴德 那么慷慨 慷他人之凯 因为中共他自己不从事生产 他实际上是把内地的各种地方的资源集中起来 让各地的去资源 资源比如说在这个新疆建一个这么大的 这个会议中心 干什么呢 肯定不是为藏族人开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共产党在那里开会 来为共产党出资抹粉所做的 那么当然当地人就不会去感谢他 所以他的这些所谓脱贫的这些措施 绝大部分是不实用的 而且不会应用到真正当地人身上去 那么在美国呢 我们也能接触到藏族人和西藏人 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看来 他们都是举止非常的文明 和汉人呢也是和平的相处 那么根本就是没有发生 就是这种互相之间冲突的事件 那么在真正的藏区和维族地区呢 也很少听说有发生 彼此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发生冲突 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 中共统治下的这些地区呢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我本人在美国我有很多藏族朋友 也有很多就是维族朋友 那一点也看不出来 这里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我相信在美国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呢 在真正在藏区啊 这种事情也不发生的 在维族区区也不会发生的 所以呢就是说 我觉得是这种 中共的这种所谓的民族政策 是造成这种冲突的一个根源 他的这个民族政策呢 是基于要第一要摧毁别人的信仰 这个在藏区和在维族地区都是比较典型的 那么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上 人类的生活当中 要维持这个就是大家的和谐 就是真正的和谐 他是要靠信仰来维持的 如果信仰没有了 有计划的被摧毁以后 那么实际上是希望别人变成野蛮的 这个不文明的 这是他的计划 要让人家变成不文明的 然后呢 再用重点 用刑法来 惩罚那些所谓违反规则的人 这就是中共的这套东西 所以只会把矛盾越搞越激烈 那么对于这个 像在韶关发生的这个冲突 其实我们想一想看 这件事情本身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缺一环都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冲突 所以也就是说在中国 每一环都出问题了 第一环是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 就是说有这个女工被强暴了 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 那么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准确的 那么中国政府说的是 这是有一个人在事先网上造谣 那么一个谣言怎么能引起上千的工人 带着武器去跟新疆人殴打 如果没有长期的这种仇恨的话 那么本来工人和工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仇恨的 那么这种民族矛盾呢 跟中共长期的宣传 就中共一宣传的话 新疆人就是恐怖主义 就是围族人就是恐怖主义 那么藏民呢就是暴民 所以它长期的妖魔化的宣传 再加上在政策上呢 又不断地在挑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才造成了在就是当这些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以后 所造成的这个不适应和冲突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因素 可能很少人有注意到 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的抱怨 就是说在他们学校里面 比如说西藏或者是新疆来的学生 闹事横行霸道 偷东西打人什么 就说这些事情 那么 大家就把这个火呢又推到了这个民族身上 实际上这些民族本身不是闹事的根源 大家要知道能够到内地来读书的 并不是普通的藏民 也不是普通的围族人 他们是当地的那些权贵的子女 所以他们在当地就是横行霸道的 因为他们是中共利益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们能够到内地来读书 而他们所带来的习气是他们做中共的高干子女所带来的这种习气 所以这种习气呢跟藏民族或者是维族这个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没有关系 而是就跟中共的这些高干子女他们的这些特权是类似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很多人看到的并不是普通的西藏人 也不是普通的维族人新疆人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特定的阶层 而这个特定阶层呢又是跟中共的利益连在一起的 近年来呢就是内地的汉人由于房子被拆迁问题 由于是土地的问题等等一些其他不公平的事情呢 经常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发生了冲突的事件 那么现在汉人呢又和少数民族呢也容易发生冲突 那么我想就是崇尚人质礼一心的汉民族 那么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是产生冲突呢 这么容易冲突 对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问题呢我在前年我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 谈到这样的问题就有人就谈到这么一个问题啊 西藏人说说是现在我们被汉族文化入侵 而且呢被这个受了欺负 那我当时就举手就问他那个问题 我说这个侵入你们地区的并不是汉文化 你只要想一想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有多少汉族文化还存在着 中国汉族的传统文化还有 实际上现在统治中国大陆的是中共的共产党的文化 那么这个文化是以斗争哲学为主的 所以当他侵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 表面上看很多少数民族对这个有误解 他们认为是汉族的文化对他们的侵略 事实上是共产党的文化 那么共产党的文化摧毁了真正的中华民族的 以汉族为主的这个文化 也摧毁了少数民族的文化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 中华民族的汉文化和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的文化 受到了同样的浩劫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汉人在现在他是受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压迫 他没有地方出气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很多这个群体事件 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就是说当一旦出现事情以后 参与的人跟这件事情都没有直接冲突 似乎就是说要发泄 因为他们被压得太久了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事件 有没有可能让警方来正确的调查 来公布结果 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这么做 是因为大家相信警方 不相信警方 不相信当局能够公平的调查这个案件 能够公正的处理这个案件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带气的这一方 就是汉族人 这里是就是在韶关工作的汉族的工人 他们不相信警方能够处理这样的事情 就对政府对这个当局极端的不信任 但是他们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上访的人 这么多就是像这个邓玉交事件 像这个尸首事件 就说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就只能用暴力的方式 来自己把法律拿到自己手里面来 来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这个火发错了地方 我认为同样的在不管是少数民族 还是汉人也好 实际上他们都是被压迫的 在这个事件上他们都是受害者 不应该在这个工人当中互相去打 好谢谢恒河先生 民族事务无小事 民族矛盾呢如果解决不周 那么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民族事务呢民族矛盾呢 也是国家社会稳定的活药桶 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